哈囉,大家早啊 今天啊 今天一樣繼續是 送櫻桃的日子 然後今天有一位神秘嘉賓 誒,說神秘也不神秘 但是因為我今天櫻桃是第一次交到他手上 所以呢,我們就來等他一下 你們還猜得出是誰嗎? 算了,影片已經有封面了 哈哈哈哈 對,因為每次都是 就是,都是姊先等我 所以呢 我今天早點到,我來等他 我來迎接他 對,不然每次都讓他來迎接我 真是不好意思 然後我也很好奇他今天的打扮會是 多少女 因為今天真的好冷 天氣又變冷,又變涼了 所以我等一下來看看 不知道他會從哪個方位過來 這樣子 我約在捷運站這附近 這樣子 對 還好啦 還好今天沒下雨 如果有下雨就完蛋了 因為昨天半夜的時候下一個超 一場超大的雨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等一下囉 嗨 哈哈 啊,我的一條 我的一條 哇 你看一下,你很趕齁 我超趕的 等一下我 找到品質這麼好的 而且我超愛吃的 你知道 天啊 太大顆了 比我已經很大顆 哈哈 沒有,你眼睛很大顆 這是歐洲櫻桃啦 但他已經要沒了 我知道我太慢了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我以前真的超級貴 真的超級貴 真的 我好愛喔,這是我最愛耶 我幫你把它收起來 好啦 最近很忙喔 對啊 蝦忙 哈哈 有事情忙最好這樣 對啊 好久沒看到 新年快樂 我很久沒有去有新醫院 哈哈 你不要這樣子 他才沒有 很久沒有去有新醫院 真的 對對對 現在就是大家防疫工作要做好一點 所以都一定要好好在工作 我在路 這邊這麼空曠 空曠 空曠就沒關係 因為我剛去看皮膚科 OKOK沒關係 不要拿下來 不要讓大家看到 哈哈 我幫你再做一個馬賽 哪有名字 因為大家現在對不然 因為早前走來醫院 會比較敏感 對啊 對對對 有有有 OK啦 不要去詠心醫院看就好 哈哈 口罩大家戴著口罩演戲 還蠻好笑的 欸蠻好笑的 欸蠻好笑的我覺得 對啊 好啦 新年快樂 今天謝謝你們 好 好 送完櫻桃了 最後一盒在我們手上 對 自己一定要留一盒 自己也是要吃的 來吃一大卡拉拉 先介紹一下 它這個是澳洲櫻桃 對 澳洲櫻桃跟其他的櫻桃 有什麼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的 澳洲櫻桃呢 它其實皮非常的薄 所以其實它 它就是 因為運送的過程來 很多櫻桃壓在它身上 所以其實它是 都會有一點壓痕的 這都是屬於正常的 就是像這些 那像一些 像智利的櫻桃啊 它皮非常的紅 然後像 嗯 像 紐西蘭的櫻桃 它就是比較脆的皮 那也是你吃的時候 會感覺 先咬到皮的 脆一身 啵啵 這樣子 先一身才會吃到裡面的肉 但是澳洲櫻桃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皮薄到 就是它跟肉是黏在一起 所以它一咬進去 它的汁是飽多的 然後我們一開始是 就是 我很喜歡吃 就是一般女生其實都喜歡吃櫻桃 但是印象中的櫻桃就是 可能是紐西蘭櫻桃 或者是 嗯 智利櫻桃 就是覺得好像 有點酸 帶一點甜 酸甜酸甜這樣子 然後有的時候又吃到不甜的 對 就是還有吃到沒有味道的 對 會吃到沒有味道 像智利那種就是 它就是比較沒有味道 它皮很厚 因為它都是在走海運的 所以它的運送時間可以很長很長 它放在那邊放了一個禮拜也沒有試 也不會有試 對 但是那個櫻桃就是 我覺得已經是不好吃的 智利櫻桃 那紐西蘭的櫻桃呢 它皮還是有帶一點厚度的 所以它吃起來比較脆 也是比較有酸甜味 有些人喜歡吃那種 一咬下去有脆的櫻桃有沒有 就是其實要看個人 就是有的人喜歡酸甜酸甜的 那我們第一次遇到這個澳洲櫻桃的時候 我就愛上它了 因為我 我一吃覺得天啊 怎麼那麼甜之外 它的一咬下去 它幾乎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這麼大喔 我跟五十塊來比的話 它都是肉 為什麼五十塊這麼容易拿到 對 看到 跟五十塊一樣大 有沒有 都吃肉 沒錯 對然後再來就是 一吃完之後就給我兒子吃 我兒子從此愛上他 就是覺得 我給他吃其他的 像紐西蘭跟智利 他說媽咪這不是櫻桃 那不是櫻桃 那是什麼 他認知上 他吃到就是這麼好吃的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就是 每年到了就是快過年前 就會有這個澳洲櫻桃 那他們就是維持一至兩個月 一個月多吧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那因為今年過年 我們台灣 比較早 比較早 就是過年 然後所以他們其實那時候還是他們很少量很少量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現在就是 大陸人也跟著一起搶這個櫻桃 所以過年的時間 價格真的是偏很高 然後現在過年後了 你看現在已經過年一兩個禮拜了 他價格才就是回到正常這樣子 但是已經是尾巴了 已經快沒了 對啦 那我們再來品嘗這個好吃的櫻桃給大家看好不好 沒錯來吃囉 像這個櫻桃啊 它是澳洲塔斯瑪尼亞的產地 有看到皮嗎 有沒有看到 看不到皮的厚度 一咬下去 它就包包一層啊 非常的薄 對啊 然後 它的汁 有沒有看到它的汁 它已經會失焦 因為焦都會在我臉上 光環 嗯 嗯 很好 你看 它是汁 它嗎 我女兒看到這個櫻桃 會尖叫 瘋狂 啊 然後要去拿這個櫻桃 重點 我很怕 它吃這個櫻桃 它會吃到滿身都是 整個水啊 身上啊 手啊 都是讓它會這樣捏 小朋友嗎 我女兒看到這個櫻桃也是 知瘋狂 所以完蛋了 以後 它吃到別的櫻桃 它會覺得那個櫻桃不好吃 跟阿優一樣 嗯 因為兩個小朋友都吃桃啊 太愛吃了 我愛找 我愛找 我兒子每年一聽到櫻桃 他說媽咪我要吃櫻桃 因為每年就只有一個時期 才有櫻桃 所以夾在這邊 才有櫻桃而已 你看它每一顆都是枝大的 每一顆都很大顆 它這是32mm 然後 其實最大的是到34mm 比這個還要再更大 但是因為今年真的是量又很少 沒有辦法出到那麼大的 比這個還要更大喔 沒錯 對啊 那我們家其實就是 我只會 因為我覺得近32mm跟34mm的 對 然後30mm就是比較小一點點 我覺得 我覺得小顆的 我覺得反而沒有到很甜 那其實澳洲其實 他們就算全部都是塔斯瑪尼亞的 也是有分品種 當然當然 也有 就是也有那種比較不甜的品種 那我們都是一定挑這種甜的品種 給大家去品嘗 對 因為其實他們就是 一個澳洲 就是那個島那麼大 它其實每個農民 每個人種植的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它的品種就會不一樣 對 那他們塔斯瑪尼亞其實也是有分很多場 對 很多區 所以他們其實每個時段 他們進的那個區域的盒子都不一樣 有時候是袋鼠的 有時候是Rainbow的 對 然後有的時候是9度C的 然後就是都不是 就是 你會看到 欸就是都會不一樣 好啦 那今天很開心 就是 小新姐拿到最後 也是最後一波的那個 櫻桃 他看到也是很開心 沒錯 真的是謝謝他 就是我們賣水果 他都一直 就是他都主動跟我們講說 他要什麼 他要什麼 對啊 然後還有那個 Coco Coco也是我們家的大湖 哈哈 他最近忙的 馬上就訂了一批草莓 然後又有櫻桃這樣子 對啊 然後就是 嗯 這個就是要等到明年啦 對啊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櫻桃跟草莓 那櫻桃其實就已經 就是結束了 沒錯 已經尾聲了 對 然後再來草莓的話 草莓其實到四月份 基本上到四月份 但是也要看天氣的狀況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說就是 宋的區域是真的有限 台北市區 當然不包括淡水 北投真的是也有點遠 然後 還有一些 新北市 像什麼三峽 什麼基隆 那些我們真的 那是真的太偏遠 以市中心 可能以台北車站 或是以東區為基主的話 我們不會跑太遠 因為我們都自己送 如果說就是區域太遠的話 我們這樣東跑一個西跑一個 其實真的會 會耗很久 會耗很多時間 所以就是類似可能 我到A點到B點 可能就已經要半個小時 如果再到太遠的地方的話 我們真的可能要送到晚上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區域的地方 真的就是請大家就是多見諒 就是 嗯 沒有沒有辦法很多區 然後桃園的話 就是桃園區跟南崁區 可以 那如果說你可能很靠近南崁區的一些交流道 的地方就是可能十分鐘 十五分鐘 那也還可以這樣子 但是就是真的 說什麼 沒辦法很多地方都可以送 對 觀音 大溪 大園 那個 那個就真的 好像中立也真的 也比較 沒有辦法 除非你真的靠南崁區區交流道 比較近這樣子 其實主要是你們大家想一想 就是如果我送你們一箱草莓 對不對 我送過去要半個小時 我再回來又要半個多小時的話 我加起來就是 光 就是處理那一份訂單 就要花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然後呢 我們這樣子光開車這樣來回 而且光油錢就不划算了 再來就是 昨天有一個客人跟我分享 就是說 他們去過年去那個 大福 採草莓 他們採了就是 我們家的草莓差不多半盒吧 我們家草莓都是一大盒 他炒就是差不多這樣半盒 然後就是兩盒 可能加起來其實差不多 我們家的一箱 不到 然後這樣子他要一千五 之外呢 他們是採的是小草莓 然後我說那甜嗎 他說不甜 完全沒有那種酸甜味 一樣都是大福的草莓 但是我們家的草莓呢 我們是有挑選過的 是的 還有我們家草莓 它其實都是在高山上的 它不會給人家去採的 不會給人家去碰 給人家去採的 它是專門在就是 你可能看路邊一樣草莓很漂亮 但是你要去吃過它才知道 那個草莓是真的甜 再來就是地區方面就是 比較不好意思 還有就是價錢方面的話呢 因為其實每個時間 每個時段不一樣 像過年那時候是最貴 或是有時候草莓 天氣不好 或是 都很多原因因素 每個時期 就可能 欸我可能上禮拜 問的價錢是這樣子 下禮拜問的價錢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價格上面 都會有不一樣 那我們小幫手 一定會先問你 先去住 住哪裡 那如果說 問你住哪裡 沒有辦法送的地區的話 我們就不會報價了 因為 我們真的也沒有辦法送給你 然後價格再來就是浮動的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對那價格這麼好奇 對 因為很怕的是說就是 我跟你講一個價錢的時候 對 然後呢等到你過兩個禮拜 你跟我說 你要買這個草莓的時候 可能說 我可以叫我那個朋友 幫我收的時候 對 然後他就會 然後他就是要買的時候 我說不好意思 那價錢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是先確認說 欸我可以幫你送到 我才會報價錢給你 然後呢 就是如果我報了價錢給你 你覺得價錢不OK 那你可以不要買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一定是先 以客人 就是可以送到的地方 我們是 欸我們是送到給你 你才比較 以跑得到為準 對對對 我覺得這樣客人比較不會失望 不是我報了價給你之後 然後說 欸我不能送你那裡 那就很 你客人就會感到失望 那你 客人我也想說 那你幹嘛報價 對 那如果說 就是我報了價給你 然後你不買 對我來講 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就是 不想讓客人失望 所以 很多地方的話 就請大家多多諒解啦 好啦 我們的櫻桃明年見 希望大家 就是 明年可以跟得上這波 掰掰 掰掰 掰掰